7月19日,吴亦凡事件被推到舆论顶峰 连续13位女生发文爆料 但截止19日凌晨 第一个出面与吴亦凡宣战的都美竹 却已经在社交平台上消失了24个小时 知道网友们替她担心时 凌晨有媒体爆料 都美竹已在朋友圈报平安 她发文一切安全误挂脸 不一一回复了 但评论区里 大家似乎并没有松一口气 因为一个细节实在是耐人寻味 都美竹从吴亦凡事件开始 一直都是在微博上进行爆料 她还曾在上面发文 给那些关心和鼓励自己的朋友 透露自己的近况 但这回有如此多网友 关心她的人身安全 她却在朋友圈报平安 不少网友表示实在是有些奇怪 范范看到 从16号开始 都美竹连续三天都是高强度发文 到了19日就突然安静下来 实在是有些奇怪 不过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还是不要妄加揣测 范范会持续关注此事进一步的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